第四場新娘 微軟今天開始停止Windows XP的支援服務 電腦專家說使用這款作業系統的電腦 被黑客入侵的風險會增加 政府現在有大約5萬部電腦還在用Windows XP Windows XP雖然已經推出十幾年 而且微軟期間再有多款新版作業系統 但業界估計全球仍然有約兩成半的電腦在用XP 這個我們現在賣1,600元 XP的售價甚至貴過比較新的作業系統 不過微軟即日起不再提供XP的技術支援 包括保護電腦安全的自動更新 微軟說雖然電腦仍然可以運作 但可能會更易遇到安全風險和被病毒入侵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言人說 政府部門有大約16萬部電腦是用微軟Windows 其中三成即大約5萬部是用XP 辦公室去年已經發出指引 敦促各局及部門盡快更新系統 加強保護系統數據或制定應變計劃等 現在各部門已經完成部署 並沒有需要向微軟買延長支援服務 而微軟香港估計全港有大約140萬部電腦仍然用XP 建議用家升級電腦系統或考慮買新的電腦 微軟否認不再支援XP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 其實不是的 要不然我們就不會等12年 我們一早做 其實我見到的技術 根本是配合不到今天的環境 在資訊保安上 所以我們很希望客戶去升級 上升級到新的作業系統 可以先上微軟的網頁 測試一下電腦是否能支援 如果不可以的話 可能要換過新電腦 無線電視機仔 南海營報導 MING PAO TORONTO